全能神经典话语 自从有了耶稣道成肉身这一事实之后 人就以为天上不仅有父 而且还有子 甚至还有灵 就是人的传统观念中认为的 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 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样一位三而一的神 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神是一位神 但就这一位神就包括三部分 那就是所有那些传统观念太严重的人 所认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部分 只有这三部分合起来才是神的全部 没有了圣父就不是神的全部 没有了圣子、圣灵也同样不是神的全部 他们的观念都认为 圣父不能单独称为神 或圣子也不能单独称为神 只有圣父、圣子、圣灵合起来 才称为神自己 到现在 所有的宗教信徒 以至于包括你们中间的每一个跟随的人 也都是这样认为 究竟这认识法对不对 你们谁也说不清 因为你们对神自己的事总是一团迷雾 即使是观念的认识 你们也不知对错 因为你们被宗教观念传染得太严重了 宗教的传统观念你们接受得太深了 你们中毒太深了 所以对这事你们也是中了流毒的 因为三而一的神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根本不存在 这都是人的传统观念 是人错谬的认识法 历时多少世纪 人都是这样相信着一位 人的头脑观念中想象出来的 也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人从未见过的三位一体的神 多年来也有许多解经家 解释过三位一体的神的真意 但就解释的来说 他们那位格不同 三而一的神 也是模棱两可 解释不透 对于神的结构 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没有一个大人物能解释透 多数都是在道理上通得过 在文字上通得过 但就其内涵之意 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得完全透亮 因为这样一位 人心目中的伟大的三一神 根本不存在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来衡量三部工作 三位神做的工作不一样 那他们就是三位神了 如果谁说三位一体的神 确实存在 那你就解释 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 什么是圣父 什么是圣子 什么是圣灵 圣父就是耶和华吗 圣子就是耶稣吗 圣灵又是什么呢 父不是灵吗 子的实质不也是灵吗 耶稣做的工作 不就是圣灵做的吗 当时耶和华做的工作 不也是与耶稣一样的 一位灵做的吗 神能有几位灵呢 若按你的说法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那就是三位灵了 三位灵就是三位神 那就不是独一真神了 这样的神还能是 神原有的实质吗 你承认神只有一位 他怎么还会有子 还会有做父的呢 这不都是你的观念吗 神只有一位 神的位格也只有一个 神的灵只有一位 正如圣经记载的 圣灵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位一样 不管你说的圣父圣子 他们是否存在 总之神只有一位 而且你们认为的 圣父圣子圣灵的实质 也都是圣灵的实质 那就是说 神就是一位灵 但他也能道成肉身 活在众人之间 也能超乎万有之上 他的灵 是包罗万有的灵 也是无所不在的灵 他能在肉身 同时也能在 圣语之上下 既然人都说 神是独一真神 那就只是一位神 谁也不能随便乱分 神只是一位灵 只有一个位格 那就是神的灵 按你所谈的 圣父圣子圣灵 那不是三位神吗 圣灵是一马士 圣子又是一马士 圣父又是一马士 他们的位格各不相同 而且实质不相同 这怎么会是一位神的各部分呢 圣灵是灵 这个人都好明白 这样圣父更是灵了 他没下过凡间 也没倒成过肉身 就是人心目中的耶和华神 他必然也是灵了 那他这个灵 与圣灵有什么关系 是父与子的关系吗 或是父的灵 与圣灵的关系吗 他们两位灵的实质相同吗 或是父使用圣灵当工具吗 这怎么解释呢 圣子与圣灵又是什么关系 是灵与灵的关系 还是人与灵的关系 这都是没法解释的事 若他们是一位灵 那就没有三个位格之说 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位灵 若他们的位格不同 那他们的灵就有强有弱 根本不可能是一位灵 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说法最谬 这么一说 就把神给分开了 被切成三半的神 都各有各的地位 各有各的灵 还能是一位灵 还能是一位神吗 你说创造天地万物 是圣父造的 还是圣子造的 还是圣灵造的 有人说是他们共同造的 那救赎人类 是圣灵救赎的 是圣子救赎的 还是圣父救赎的 有人说是圣子救赎的人类 那圣子的实质又是谁 不是神的灵 道成的肉身吗 肉身称天上的神为父 是站在一个受造的人的 角度上说的 你不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吗 他里面是圣灵 不管你怎么说 他仍是与天上的神 是一位 因为他是神的灵 道成的肉身 根本没什么圣子的说法 都是一位灵做的工作 都是神自己做的工作 也就是神的灵做的工作 神的灵是谁 不就是圣灵吗 在耶稣身上做工的 不是圣灵吗 若不是圣灵 也就是神的灵做工 那他所做的工作 能代表神自己吗 耶稣当时祷告时 称天上的神为父 只是站在一个受造的人的角度上 称呼的 只因为神的灵 穿上了一个普通正常的肉身 有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外壳 尽管他的里面是神的灵 但他的外表仍是一个正常的人 也就是成了所有人所说的 包括耶稣自己说的 人子 既说人子 就是出生在一个普通正常人家中的人 或男或女 总之都是人的外壳 所以 耶稣称父 就如你们起初 称天上的神为父 是一样的 是站在一个受造的人的角度上称呼的 你们还记得 耶稣教你们背的主导文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让所有的人 都这样称呼天上的神为父 既然他也称天上的神为父 那他就是站在一个 与你们平等地位的角度上 来称呼天上的神的 你们既这样称呼天上的神为父 那耶稣就把自己看为 与你们平等地位的 神在地所拣选的一个人 即神的儿子 你们若称神为父 不也是因为你们是受造之物吗 不管耶稣在地的权柄有多大 但在他未定十字架以先 他仍是一个受圣灵支配的人子 是属于地上受造之物中的一个 因为他未完成工作 所以他称天上的神为父 这只是他的卑微与顺服 但他这样称呼神 并不能证明 他就是天上的神的灵的儿子 只是站的角度不同 并不是位格不同 根本没有位格这样的谬理 耶稣未定十字架以先 是一个受入身限制的人子 并没有灵得全部权柄 所以他只能站在受造之物的角度上 来寻求父神的心意 正如他在克西玛尼园的三次祷告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位上十字架以先 他只是犹太人的王 是人子 是基督 并不是荣耀的身体 所以他得站在受造之物的角度上 来称神为父 这样你就不能说 凡事称神为父的就是圣子 若是那样说的话 自从耶稣教你们主导文之后 你们不就都成了圣子了吗 若你们还不服气 那你们说 你们称呼的父指谁 若指耶稣 那耶稣的父又是你们的什么呢 耶稣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父与子的说法了 这说法只适应耶稣 道成肉身的几年 其余就是你们称神为父时 造物的主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了 无论何时不能有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 这是千古罕见的谬理 不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